在香港考完DSE 然後來台灣讀大學四年 四年畢業之後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他就說你可以回到原本的僑居地 就是回到香港 然後回到香港工作兩年 之後你就回到台灣就可以入籍了 蛤? 是啊 是不是很奇怪? Hello 大家好 多謝你們收看這個視頻 很久不見了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都忙了 大家如果有風聲聽到 其實我們未來在6月就會開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 如果你們玩可以在那裏住宿 又可以在那裏托潛水 跟我的老公 到時就希望可以見到大家了 今天我們就很歡迎一位很神秘的嘉賓 張不在神秘 就是他叫建而可樂 Coffee 因為我在小琉球 唯一有一個自由潛水中心 然後就撞到他 那一晚我們完全沒有想過會遇見另一個香港人 見到之後就很驚訝 又很開心 不停地說廣東話 之後就發現到Coffee原來是YouTuber 也住在新竹 他這個歷程來台灣其實都很特別的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他來這裡 想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那我覺得希望大家如果都是在同一個景況裏面 那可能都可以參考一下Coffee的做法 好 那就事不宜遲了 那我們就現在交咪咪給Coffee 那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知道你住新竹 那你是怎樣來台灣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Forklice 建而可樂 那大家其實可以見我Coffee 其實很奇怪是不是 好像因為有兩個名字 因為本身我都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建而其實是我原本的中文名字 因為建而可樂 這個名字的話 用我YouTube名字的話 我覺得大家會比較容易記得我 但是Coffee是不知為何小時候 突然之間就被人改了這個名字 就一直叫到現在 那當初我為何會來到台灣呢 就是因為 大家其實都知道 香港當初我們考DSE的時候 香港的大學學位其實真的非常少 那我自己又不是說真的讀書超級聰明的人 所以其實我DSE成績就不是說 可以進入到香港的大學 那當初其實我還沒考DSE之前 我已經是有計劃想來台灣的了 那因為當時其實我自己 學校本身自己同一屆的同學 或者是我上一屆的師兄師姐 他們都有在台灣的讀書的經驗 那跟我分享 我都覺得不錯的 再加上以前小時候有和家人來台灣旅遊過的經驗 我都覺得台灣的生活好像都不錯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來台灣讀書 再生活多幾年 就是可以換個地方去生活 我覺得這個方式都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當初在我考DSE之前 我就決定報名台灣的大學 然後就 DSE放了榜之後 沒多久我就決心就直接來台灣讀書 就一直由讀書 大學畢業 一直到現在工作已經三年時間 那今年已經是進入差不多第八年的時間了 在台灣 嘩! 嘩! 好長喔! 八年 是啊 考完DSE之後 然後就立即過來台灣再升學了 是沒錯 但是升學也不是立即升大學 就是你還要讀台灣的語科 不用不用 就是直接上大學 台灣的大學 是沒錯 香港DSE的制度 其實是可以直播去台灣的大學 是沒錯 只不過是你報名的話 就是你要自己去申請 因為台灣的大學是可以接受香港DSE的成績 只不過是 譬如你申請去其他海外升學都是一樣 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 你又等等放榜 那等放榜的中途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升學了台灣的大學 就是等一等一出成績 那就立即扔上去台灣的那個升學上面了 然後就收了你了 是的 嘩 那時候你的同學不是很驚訝嗎? 嘩 你可以去台灣就很厲害了 當時其實同學的話我覺得一半一半 因為大多數人都會希望想留在香港 因為一來是家人的因素 因為那時候可能對於家人來說 我們才只有十八九歲 其實對他們來說我們還是小的 就覺得這麼快就離開香港 好像不是太好 其實我當初自己都有經歷過家庭革命 哈哈哈哈 一開始跟我家人 就是跟我爸爸媽媽說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真的崩潰了 是真的覺得 嘩 不行啊 不可以啊 怎麼可以這樣啊 再加上我本身的性格又比較貪玩一點 就是我家人會覺得 如果我萬一真的放了我來台灣的話 就真的沒有了個女兒的了 但是後來我覺得他們都接受的程度 以及接受的時間都很快 就是大概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都好好的坐下來跟他們聊一下 我爸爸自己都覺得 其實來台灣也不是不好 因為他們自己 因為我們家人都來過台灣幾次 他們都覺得 再加上我媽媽也算是挺好的朋友在台灣 就覺得一來是近 二來是覺得萬一真的有什麼事 至少有個朋友 有個伯母可以照顧一下我 我覺得他們都會覺得 台灣也不錯 真的萬一有什麼事 最多都是回香港而已 對 都是很近而已 是啊 所以阿姨就在新竹 不是 在台北 在台北 你選了就想在新竹這間大學讀書 我當初報名台灣的大學 其實它有兩種分制 第一個就是叫個人申請 其實我兩種都有申請 因為其實它是個人申請你只可以有三間大學的選擇 你只要個人申請 這三間大學都沒有收到你的話 你就移動去跌入一個叫做聯合分法的一個制度裡面 聯合分法 它就是會有分70個名額給你 你就可以選70間大學 或者你一間大學選擇那麼多個系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70個名額 我那時候當然都選擇了 雖然因為台灣的大學都有很多選擇 但是因為始終我們在香港收到的資訊有限 所以我那時候對於 真是比較一般的大學 其實就不是太清楚了 所以我算是誤打誤撞 來了新竹 其實考進來台灣 就是剛才你說的聯合分法和個人申請 就有點像我那個年代的JuPAS和NonJuPAS 但已經不是你的年代 不是 都是一樣的 我們那年都是一樣的 是嗎 都是一樣的 名字都是一樣的 將我自己的年齡已經 JuPAS和NonJuPAS OK 好 那來到新竹 開始讀大學了 那三年制 大學四年 四年 所以你就讀全四年去台灣了 畢業之後 在讀大學的時候 應該是學生的Visa 是的 沒錯 然後畢業了 你會有多少時間可以Buffer 然後去找工作 繼續留在台灣呢 當年我 其實我畢業那一年 就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狀況 其實這個都是 現在就沒有了 但當年我是剛好遇到這個尷尬的情況 就是因為 我們畢業 說回我們Visa 其實我們當初由大一進來的時候 他是給學生Visa我們 其實台灣的居留情只可以最多三年的時間 所以去到我們大三那一年 因為還是學生身份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有什麼證明文件 你只需要 我記得好像是帶著你的學生證 然後再去移民處那邊 他自動會再延期一年時間給你 等你去到大四畢業 大四畢業我們每年都是六月畢業的 他是可以再給我們續期多一次 但只限續期半年 所以等於當年我當初畢業不久找工作的時間 只有我六月畢業去到當年的12月31日 只有一半年時間 很趕喔 是啊 但是剛好就是因為我在找工作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不會說真的天天都看著移民處 他們那些通告 就是那些公佈欄出來的嘛 剛好在好像11月底的時候 他就公佈了我們可以再延期多半年了 但是因為我就錯過了這個資訊了 所以就變成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逼著我在12月中 我就以為不可以再留下了 那我就回了香港一轉 然後再用旅遊簽證進回台灣 但是現在他就已經是直接多延期一年給你了 那當年我是卡在這個尷尬的位置 所以現在是一年的時間 就是你畢業之後可以有一年的時間給你找工作 OK 所以有一年的時間 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那就要回香港了 那如果找到呢 就將那個簽證從學生簽證變成工作居留的簽證了 是的 沒錯 身為僑生 那你來了台灣 他會不會有一個限制 例如你找的工作一定要某一個職級的 或者是那個薪水一定要多少錢每個月才可以給僑生去做呢 因為我自己當初申請的時候 其實他有分兩種制度的 一種就是要按照你的薪金去申請 但是因為這個門檻是比較高一點的 因為他一來就要你的薪金去到四萬七千 你預計四萬八左右 但是對於一個剛剛大四畢業的學生來說 是在台灣真的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除非你是真的做超級專業資格的 例如醫生、護士、律師等等 這些真的是超級專業資格人士 才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薪金 否則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自己是大部分會留在台灣的學生 都會申請一個叫做評點制 評點制的話它是有不同的方面去幫你評分 只要你達到七十分以上 你就可以留在台灣做事了 至於你說工作的性質 或者是不同的行業來講 其實我覺得他的行業也算是多的 但是他要求也都多 因為他始終會留... 他有這個申請的制度給你 他也是希望吸納人才 所以變相不是說一般比較... 比較... 做一般的工作未必可以申請到 他也是希望你比較專業的工作 去申請才可以成功 例如我自己的話 我的工作是跟運動方面有關的 如果是以這個運動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他可以申請的 直接上面有寫的一些 可以申請的一些職位來講 譬如說運動場館的主任 就是主管的職位 或者是你一些項目的管理員 大部份都是這些 他是希望你可以去到主管級的 他才會讓你留下 或者是...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我是讀旅遊科的 要不就可以導遊或者領導 這些就可以申請了 但是你說如果當你是一般旅行社的職員 那就不行了 例如如果我畢業了 我純粹想在Seven工作而已 這樣應該可能不行了 不行了 這個不行了 真的 除非做Seven 就是Franchise 買了一間Seven 自己做老闆 做老闆都不行 都不可以 不行 就是幫人打工 因為如果你是自己做老闆的話 他反而是另有一樣東西 而不是透過評點制去申請 另一個Visa 沒錯 因為評點制是要透過公司幫你申請 明白 評點制是我第一次聽 因為我自己是配偶的Visa 所以這個範圍是我第一次接觸 聽起來也非常有趣 所以評點制是一個系統 可以容易留下的意思 相對我剛才說的第一個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但當然也有它的難度 嗯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關於學生的Visa 然後轉去工作 可以查一下這個評點制 這個評點制就直接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對我youtube頻道看看 因為我也有拍過相關一些畢業留在工作 或者是想續約的一些相關問題 真的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呀 正呀正呀好呀 一會兒我會把Coffy這條影片的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好奇有興趣都可以看看 因為有一些觀眾 可能未必是學生 可能是爸爸媽媽 然後你想看看如何為自己的子女去鋪路 這些資料我覺得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想問一下 由學生簽證 過度到工作簽證 門檻呢 例如你做這份工作 那你有沒有說要做多少年 你才可以成為永久居留呢 或者成為台灣人呢 嗯 它如果是最直接 現在當作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它是要五年時間 連續工作五年以上的時間 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 你五年之後 你第五年的時候 你的薪金要達到台灣人最低月薪的收入 兩倍以上 等於如果以今年2022年來說 我們現在是 最低好像兩萬六千五百元 嗯 差不多 兩萬六千五百 我記得是這個數 那兩倍就等於 五萬出頭 你第五年的時候 拿到五萬出頭的人工 每個月我講的是平均 那就可以成功拿到台灣的身份證 因為我們學生身份轉 這個Working Racer 然後總之我們達到這兩個條件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身份證 而不是拿榮道居留的 哦 直接就成為台灣人了 就不用說拿榮道居留了 是 是 是 哦 OK 咦 那這個我又學到新東西了 因為如果是香港人 他沒有在這裡讀書 那直接是有間公司請他來台灣做事 那他是直接因為這個工作居留 他不會拿到入籍這個資格的 就是沒有可能成為台灣人的 所以應該是說如果在這裡讀書 然後轉成工作居留 這樣又符合你剛才說的資格 那他就可以入籍了 是的 沒錯 哦 哇 OK 那是不是一定要 這個我有問題了 是不是那個人一定要由大學讀上去呢 例如譬如說我已經在香港的大學畢業了 我想過來做研究生或者其他的課程 那這樣讀又可不可以 好像你這樣走這條路入籍呢 你說研究生 例如碩士或者博士方面的話 我當年的話 其實我自己當初申請 他真的網上的資料不多 但是我目前 我身邊真的有以前的中學同學這樣做 他也是成功已經過了去台灣讀書了 那以暫時他的方式入境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OK的 但是當然你說實際上行不行 我們覺得都是要始終要去看 或者你真的要去問勞動部那邊 會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當年我真的查不到相關的資料 但是我自己現在身邊有朋友有這個案例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OK的 那第二個方法 你想拿到台灣的身份證 其實比起剛才我說的第一個方法 或者是第二個方法 就是那個評點制 是簡單一點的 就是你一樣 你又在香港考完DSE 然後來台灣讀大學四年 那四年畢業之後 他是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他就說你可以回到你原本的喬居地 就是回到香港 然後回到香港工作兩年 之後你就回到台灣就可以入籍了 蛤? 是呀 是不是很奇怪 等一下 剛才你說回到僑居地 即是香港 是呀 做兩年工作 是兩年以上 在香港做 是 然後再回到台灣就可以入籍了 是呀 那有沒有說要做相關的工作才可以 不需要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規定 OK的 這個 其實我對於大部分 我想八九成的人都會覺得 這個方法真正的 但是我自己當初不會考慮這個方法 就是因為我當年 因為當年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再加上又未發生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會考慮 始終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個人比較敏感 就是我會擔心香港和台灣的政局 隨時會有改變 那你這些政策 你突然之間說要改就改 那你到時真的不能回到台灣 再加上是 雖然 如果說工作環境 或者是收入來說 那當然是香港是 比台灣好很多的 其實 就是你只是說收入的話 但是我又會覺得 我是不是願意為了 那個比較高一點的收入 然後要犧牲 我在台灣留下 即是那時候都四年了 那我都建立了一些生活的方式 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 或者是在這裡 已經習慣了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要放棄這一切呢 我自己又不捨得 因為 你說說生活 我在台灣讀大學那四年 即是我家隔地都在這裡 都四年時間 那我都有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模式在這裡 那再加上是 你回香港 你就要跟家人 迫在一起 我覺得其實 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 我又覺得不見得是 除了是 你可以快點拿到身份證之外 那我想不到有什麼好處 我真的 對我自己來說 那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我不願意犧牲我這四年 所以我就寧願 選了一條比較相對困難 小小小的路留下 但是我都 因為我真的喜歡台灣 我真的想留在這裡生活的 那我寧願選過這裡生活方式又好一些 那生活環境 我住的屋子又大一些 那我自己都覺得開心一些舒服一些 那我覺得何來而不為呢 明白 那都是可以理解一下 因為台灣的移民的政策都是很常要社會改 都擔心的 又不止你 又不止你的 就是這一類型的學生 學生轉做工作的簽證 有其他比如專業移民那些 所以你就留在這裡 就採取那個兩年回到香港 然後又回來這個這麼瘋狂的路 那現在你是進入第八年是不是 是啊 第八年 第八年 所以你畢業之後 就工作了四年 還沒有四年 因為其實我中間找工作的過程 都有點崎嶇 是啊 先說一聽 又怎樣崎嶇化呢 因為當初其實我要申請這個評檢制的時候 亦都是網上的資料真的太少了 所以其實可以參考的 我記得只有一單 還是一兩個人有分享過 而且資料也是在隔了幾年的時間 所以當初是真的自己一個盲鐘鐘的去申請 所以是不斷地撞翻不斷撞翻 再加上是剛才我也有提過 因為我剛好是夾閘了在改政策的時間 所以我是回了香港一轉 所以其實我要準備的東西也多了很多 再加上是我自己 因為我總共進了兩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其實前面拖了我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但我自己是 真心感謝這間公司的 因為他們都 說真的 和我蘭天子說三五四七 其實他們這樣幫我 都幫了半年 其實我是感恩的這件事 但最後都是因為勞動部那邊 他們都覺得我不符合資格 最後都是放棄了 所以我才找到第二份工作 即是我現在這份工作 總共我經歷了九個月的時間 找工作再加上申請過程 再加上是最後真的拿到Visa 總共九個月的時間 很長 對 很漫長 真的很漫長 其實我自己當初都是想著 糟了 這次我再不成功 我就真的回香港 我真的放棄了 那時候已經 太漫長了 還有家人那時候已經是覺得 即是你不住那麼久 我們又不可以留在這裡做事 其實我家人已經是開始 在金錢上的援助 已經是覺得 即是他們都在勸我放棄 但我自己都答應他們 真的是最後一次 如果真的這次都不行 那我就真的回香港 但也很幸運 真的最後一次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就 驚險 真的驚險 九個月是很長的時間 如果九個月是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又繼續望望人海找工作 真是擔心的都會 即是那時候人的情緒是非常低的 那現在就過了 那繼續在這間公司做事 是繼續在這裡做 哇 OK 所以就是做到第五年過了 之後你就可以申請成為台灣人了 只要我剛才分享的兩個條件都答到了 你就可以申請 OK 哇 很快 是啊 其實還有兩年時間 其實都很快過了 真的 是啊 是啊 希望到時可以再跟你聊天 開香檳慶祝 好啊 期待 哈哈 那說一下你在新竹 就是現在在這邊生活 那新竹是一個怎樣的城市呢 因為呢 就是 我鄉下 住在小藍球 鄉下 以前就住過高雄 台北有一陣子都住過 那新竹這個城市對我來說 都是很陌生的 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我覺得不同的時期 對我來說都有點不一樣 當初如果以我剛剛大 剛剛進來台灣 剛剛讀書頭 那一兩年我覺得新竹 哇 這個 什麼城市來的 真的 但是其實讀書久了 再加上是我自己開始認識 駕駛電單車之後 你多點出去看不同的地方 因為其實新竹 雖然都不是我大的一個都市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面貌 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現在都會說 新竹其實就等於是 小台北 因為它的物價已經是 比得上台北的 哇 是否因為很多那些 Tag的公司在那裡 是 就是因為科學院 哦 是的 因為新竹給人 第一個感覺就是 科技城 它全部所有的重點的一些公司 例如說台灣的台積電 很多那些廠的設備全部都在新竹 所以變相很多比較高收入的工程師 全部都在新竹 所以就帶起了這一帶的經濟 所以變相我們這裡的收入的條件 好像就被那一幫人拉高了很多 所以大家為什麼都會說現在新竹 再加上樓價 樓價也是一樣 為什麼會說這裡是小台北 都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除了物價方面高一點 其他我對於這個城市 以前其實是有點不喜歡的 真心是真的有點不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鼻敏感的人 鼻敏感 因為我鼻敏感都是很嚴重的 再加上我皮膚 一敏感 再加上眼睏敏感 皮膚就會跟著敏感 全身都很不舒服 但是新竹最出名的就是風很大 它是叫做風城 哦 所以它就吹走一些東西 是的 不斷地吹 它好像平時 特別是轉天氣的時候 它是跟香港的打十號風一樣 十號風 嘩 你駕駛電單車 如果你的車是比較輕一點 你真的會被它吹走了 所以當初我是都頗不喜歡這件事 再加上因為始終它是北部 是比較冷一點 還有再加上有風吹 所以是更加冷 但是其實我覺得現在來了這麼多年 一來是習慣了 二來是我覺得 其實新竹我覺得是有它的好處的 因為基本上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特別去留意這件事 但是其實新竹 好像基本上就算有颱風 或者是地震 其實新竹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其實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地理位置的問題 那多不多香港人呢 是新竹 算特別多 因為始終新竹的話 它不是一般香港人會知道的城市 所以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會選擇 第一個一定是台北 二來就是高雄 台中 或者甚至乎是台南 我們新竹的話 我覺得除非你是本身來做事 或者你是讀書留下做事 你是讀工程方面的話 你才會考慮新竹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新竹是一個什麼地方 大家第一個時間不會想起新竹 有機會我都想去新竹看看 因為不少外國人在新竹做事 都是做一些新科技 風力那些公司 他們會來小樓球玩 有些人都說住在新竹 我都好奇這個地方 租金大概有些 例如我要租一個套房 那是新竹大概有多少錢 是市中心 我覺得我自己是得到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現在這一間是那時候 我覺得是緣份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是 因為當初我自己是在那個 591租屋網上租到這間屋 我覺得當時看到 哇!看照片 因為通常呢 租屋網的照片都是騙你的 但是我那時候一看到這一間 我覺得不錯 看起來應該 應該不會差得多遠 那我就即時約了一個房仲 那我就去看了 怎知道是一模一樣的 他租金 我覺得 土片來說其實算便宜 因為我這裡是大的 我這裡有 其實它是大套房 它有15坪 那照香港這樣算的話 好像應該是有400多呎的 哇!很大啊 400多呎 很便宜 因為正常如果是一般的套房 我給你大概10坪左右 你當是200多呎 200多300呎 那平均來說 其實 一萬或者一萬二千左右 都走不掉了 嗯 當然也要看回你裡面的設施是怎樣 如果你是 漂亮裝修的 就會更加貴 深足其實也有很多那些叫做 樓中樓 即有兩層 兩層的 對兩層 樓底比較高的那些 都幾多這些客人 但是我看到有些 可能位於比較市中心 或者是近一點那些 購物店的話 就會更加貴 我甚至看到有些 其實它單位 不是說裝修得特別好 又不是特別大 大概其實都是 10至12坪 但已經要去到 16000至18000台幣 所以其實都不便宜的 在小樓球這邊 都是一個套房 大概都要八千至一萬 都是看裝潢 都是看裝修 如果是新的 都是要這樣價錢 哇 那比我想像中高很多 真的 是呀是呀 小樓球現在的地價 都是 就是長得很厲害 因為很多人進來拍展 是啊 多謝你 分享這些 很重要的細節 因為呢 這幾年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們在香港想搬過來台灣 台北就很飽和的了 本身去自己 就是台北人都已經很飽和了 在那裡 是啊 香港人再搬進去 就一鍋這樣炒上去 是啊 炒上一碟 炒上一碟了 台中也很多香港人 還有高河 平東就不多 平東真的很少香港人 很少 很少遇見 是啊 所以新築這些新發展的城市 我覺得都可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真的要 可以考慮一下 嗯嗯嗯嗯嗯嗯 好啦 那就很感謝今天Coffee 我們希望呢可以有機會再請他上來 再分享多一些他的故事啦 他的生活啦 那或者下一次呢 請他來小琉球呢 和我們一起去潛水的 好 好 那好了Coffee 而你知道你的頻道呢 現在都是 即是又拍片啊 又拍一些很有趣的題目 給香港人看 給台灣人看 那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呢 我的YouTube名字呢 就是叫做Cocklight建議可樂 那其實我拍片呢 最主要都是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台灣讀書 做事的經歷 那其次呢 就是我自己一般個人的一些旅遊 或者是我自己對於台灣生活的感受 那雖然啦 其實我是 出片不多的 那但是我都希望 在我來台灣這麼多年的時候 記錄下我每一個在台灣 我認為重要的時刻 那都希望 將我認為有用的資訊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於 台灣升學啊 或者留在這裡工作啊 或者是 未來對於台灣的工作發展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那都歡迎到我YouTube 可以找一下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或者也都可以在我 我YouTube那裡找到我IG的 也都可以在IG上DM我 多謝建議可樂 大家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呢 可以按讚啦 分享給你認識的朋友啦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住訂閱Coffee的頻道 那它的連結呢 都會放在下面的 那大家呢 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香港人在台灣的視頻啦 OK 多謝大家 今天呢 就是講到這裡啦 聊到這裡啦 那多謝Coffee 再次多謝你一下 希望下次在台灣見到你啦 或者在小琉球見到你啦 一定沒問題的 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OK 好 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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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